OK啦 那我們終於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色彩模式啦 那我們一開始預設是一個鮮豔的模式 到底為什麼預設是鮮豔 然後鮮豔下面還有一個超級飽和模式是怎麼回事 到底為什麼會有人想要一個超級鮮豔跟一個超級飽和的螢幕畫面 我們現在就直接把它調回成是正常 那終於我們可以來調整一下我們色彩模式 我們有一個超級鮮豔的模式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 這個預設是鮮豔 然後下面還有一個飽和 是什麼鬼為什麼要這麼鮮豔這麼飽和 我們就先把它調成正常的基本模式吧